OK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雪山有没有什么精彩的皇宫 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有很多兄弟说 让我不要看阿萱的一个比赛了 但我看见阿萱打比赛 我不看萱狗的比赛 我们心里不舒服啊 今天的话第一局的话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我们阿萱的一个比赛 OK我们来看到的 这一把比赛的话 是我们雪山星期六吧 昨天星期天星期天打的一个 皇宫的一个局 关战番的话还是我们宣狗的一个番寸 对面的话道德精军的一个武装冠 道德精军的一个武装冠 然后兄弟们看过我视频啊 我们宣的话也是在建徽单挑赛 磨练过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 皇宫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精彩表现 对面的话武装冠关 关战番的话 反寸按道理来说的话 反寸有一个封系异数的情况下面 应该这一把PK还是挺好打的 因为对吧 回合制游戏嘛 尤其两个封系之间打比赛的话 有封系异数的话 优势会大很多 就对面就整局PK 关战番有分身的情况下面 对面是没有任何机会 可以封关战番的 就没有机会封 对面就连封关战番一把的机会都没有 就除了除非对面出一个特别快速的宝宝能破分身 不过也没有意义啊 武装冠不可能出一个对吧 超前数破分身 武装冠再来套没有意义 所以说的话 嗯 关战番这一局的话是不会被对面所封印 然后的话 两边的话优势就是说 关战番的话本身啊 翻串这个门牌的话 凌园啊 门牌凌园比较差 就是说 不能够给宝宝提供伤害 你知道 这把不应该分身 应该给宝宝顶要的 你知道吗 就武装冠的凌园比较厉害一些 因为武装冠的凌园是增加定期 增加定期的话 能够给宝宝加伤害 然后的话 翻串这边的话 嗯 就除了敌子之外啊 是没有给宝宝加伤害的一个技能 就所以说的话 嗯 这比赛打下去的话 我觉得就 翻串这边宝宝 如果品质啊 七七八八的 就跟对面武装冠五五开的话 两个缝隙都不能动的一个情况下面 我觉得 反而武装冠或许会有优势一些 好吧 反而武装冠那边的话 或许会有优势一些 因为武装冠 对吧 宝宝会厉害一些嘛 OK 这边的话 翻串有一束 有一束的翻串 对吧 这边直接选择摇宁丹 对吧 摇宁丹把对面的宝宝给摇跑一 对吧 打到第14回合又不出宝宝了 这比赛我真的 这翻串打PK 打到第14回合又不出宝宝了 真的 OK 观察方的话 照照镜把对面的一个血卡给破掉 对面的宝宝有高级毒 毒一把 毒一回合掉 875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分身回血还回的挺多的 分身回的血量就刚好可以 弥补这个高级毒的一个血量 你看没有 分身还回的挺多的 这边还有水星爵 这就得拖啊 兄弟们 我宣告大比赛 这就是一把拖自爵 这就是拖啊 兄弟们 这得把对面宝宝全摇跑 就我看出来了 这不把对面宝宝全摇跑 观察方也是 不可能再出宝宝了 好吧 OK 还好这边小牛头人 对吧 小牛头人有 有一个脚可以顶 对吧 虽然说三害不高啊 可以打观察方 专备的一个耐久度 先把阿萱这边的话 专备耐久度全打没再说 OK 对面定神仙亲直接解 定神仙亲解完 加一把新竹明镜 这边的话出宝宝 这边宝宝好像打对面宝宝 打不太过啊 兄弟们 对面的话武装冠 林源的话 没有选择用增压令旗 全部给宝宝 全部给自己用了 一个定神仙亲 有一点林源 其实可以给宝宝 加一个这样令旗 OK 武装冠直接套宝宝 那这个宝宝又 又废掉了 因为公宝宝的话 不可能打高级 精神集中 你懂吧 高精神集中的话 会这样一个物理伤害啊 所以说公宝宝就 不知道他的宝宝 技能多不多 就一般技能多的宝宝 12技能 11技能的宝宝 都差不多会有一个高神技 高神技 对吧 看武装冠封也 看不住好吧 这边很明显啊 很明显 观察翻宝宝亲对面宝宝亲不太过 这边的话给对面封了一把 丝魂 应该要封落魄 你知道吧 落魄是最准的 你不要看他这把丝魂 丝魂封中了 你知道吧 落魄才 才是最准的封 对吧 你没有点对面的话 你没有必要封丝魂 降属性吗 OK 这边直接给宝宝加 加了一把笛子 还行 现在的话宝宝 配比的话是1比1 对面如果这个是 龙宝小孩的话 观察翻没有高 驱轨的话 那应该 1700这个山海 应该是没有高驱轨的 我们来看 这边直接给宝宝加 加笛子 对面的话 应该龙宝小孩 都是有高鬼魂的呀 兄弟们 OK 继续淘宝宝 龙腾 1600啊 对面这龙宝小孩 也不咋地呀 这山海 OK 这边的话 直接要 直接要解 避雷胎 应该也是没有用啊 应该也 也是没有用 不过 哎呦 这个牛 四点血啊 真厉害啊 兄弟们 四点血啊 被牛头给顶掉了 这个牛头没白糟啊 兄弟们 我跟你说 翻寸 如果带高鬼魂的宝宝很好打 因为翻寸可以拖 它有1速 你知道吗 武装冠是2速 武装冠是2速的话 如果产生面宝宝倒地的话 被翻寸三人物催眠 没有灵源地 那先进解自己的时候 它是不太敢等宝宝起来的 懂吗 对面一手卡风 所以说的话 1速 还是有优势一些 好像 阿萱这边好像 没有笑底强刀 这个特技啊 兄弟们 对面从头到尾 对吧 在没有分身的情况下面 接了心如明镜 我跟你说 以前雪山打环弓 翻寸打翻寸 一般来说的话 翻寸想 就2速翻寸啊 心如明镜的话 它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在分身里面起塔 在分身里面接 就是分身出来的最后一回合 接一手心如明镜 对吧 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免疫封印的一个效果嘛 然后的话 下一回合再分身 就对面 武装冠是没有分身的情况下面 能站在外面 每一回合 让对面 接心如明镜 这不开玩笑嘛 对不对 那只有一种可能 观战翻没有笑 笑底强刀 这个特技 这这不有吗 对不对 其实观战翻很好打 我跟你说 观战翻根本不需要出宝宝 其实他这一把 打得不出宝宝 这个套路是对的 我跟你说 就根本不需要出宝宝 对吧 就我跟你说 催眠催对面 催眠摇宝宝 催眠摇宝宝 宝宝都摇完 再说 出啥宝宝 对吧 对面宝宝能撕出 就破不了催眠 对吧 就催眠亲宝宝 催眠亲宝宝 摇宝宝就OK了 这边出了个吸血鬼 利皮 对面宝宝百分之百 是有高鬼鬼 我跟你说 OK 这个利皮3800的伤害 不知道 有没有高 哎呦 这利皮这么点血 宝宝名字 倒是挺厉害 只能傲视群雄 对吧 宝宝名字 各方面 倒是挺猛 就是血量 不太猛 好吧 我跟你说 番寸啊 关键番的话 不太怎么喜欢用法宝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鬼气 那个 精魂灵 鬼气 精魂灵 CD好了 就丢 什么都不用想 好吧 这边直接给 对面 也是很蠢 你知道吗 3.0元 就这样用掉 应该1.0元 就要给孩子 家 OK 孩子应该 都是看风的呀 对面这个时候 是一个死刑法 对面的宝宝 高鬼魂 关键番的宝宝 也是高鬼魂的 比赛43回合 我以后再看 宣狗的比赛 我就是条狗 兄弟们 真的 宝宝3800点血 兄弟们 对面 套宝宝 OK 李皮 对面宝宝百分之百 高鬼魂的 亲宝宝没有意义的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吃个宝宝 一个浓腾 3500 兄弟们 起刺下令旗 一个浓腾 3500 出个法术暴击 1万多 咬宝宝 高鬼魂的 没有高鬼魂的 法系宝宝 翻村垫不了 1400兄弟们 高鬼魂的宝宝 你咬个宁丹 他不舒服吗 对吧 高鬼魂 下一回用催眠 对面 1.0元 小李山刀 催眠都可以 不用我分身 对面不敢疯你的 兄弟 小李山刀 催眠都可以 催眠 你催眠催撞 对面就要用 定神先行解自己 对吧 不用定神先行解自己 你这边就换宝 就行了 起精神 可以 准备要小 小李山刀 对吧 对面定神先行解 下一回关键 用小李山刀就对了 好吧 对面有一把 形容明星的机会 这边直接加笔子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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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直接换宝宝 一刀 2,800 还可以 还可以 继续催眠 OK 催眠 催得很稳 有机会 对面应该是出了一个高虚鬼的吧 一刀 OK 一刀高虚鬼 这边有一把摇零弹的机会 OK 跑不跑 跑了 对面有一点零元 直接定神先行解开 对面是肯定要定神先行解的 显得不用显得 OK 这边直接砸发 发文家 对吧 因为他不解 这边直接换零人了 OK 这个时候对面是没有零元了 三春有机会了 再催众 比赛结束了 兄弟们 对吧 再催众的话 比赛可以结束了 OK 催眠 下一回合 刚刚又用的鬼气 那不解 我们先摇零丹 再封 对吧 先摇个金魂宁什么的 对吧 这一把笑底残刀用的好 给阿萱 鼓鼓掌 对吧 先摇零丹 摇那个金魂宁 把宝宝摇跑 反正鬼气 金魂宁 闻流用就行了 对面现在他很欢 他不敢人物破分身 宝宝输出出 因为他手上面没有零元 一点零元 要用定神先擒 你知道吧 观战班也不急啊 反正 艺术有分身 咬宝宝 咬宝宝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管 也不用出宝宝就咬 先把宝宝都摇跑 再说 其子人是啥意思 我真看不到 这个时候 其子人的意义何在 对面 逼得击破的宝宝 对不对 摇啊摇啊 摇零丹 不用出宝宝 请宁神 没必要 我跟你说 这种宁神啊 都是什么 都是自己骗自己的 就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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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 他笑几残刀 你都在分身里面 你笑不笑他 有什么意义吗 其们 意义何在 你随便他心呗 这边出宝宝了 出了个顺机 没必要出宝宝的 我跟你说 宣传狗这边打PK的话 我跟你说 套路还不是特别足 我跟你说 根本没必要出宝宝的 对面 一点零元用掉了 这边的话 直接给宝宝加笛子 下回来 直接给宝宝加笛子 什么都不用选 加笛子 对吧 亲对面的一个宝宝 对面的话 一点零元 要用低三千斤解自己 宝宝对面有神药 OK 对面直接拿药解 再去免亲宝宝就行了 OK 给宝加笛子 4点零元 观战犯宝宝速度快 碰 对面宝宝宝宝 风宝出 疼多近了 OK 还给宝宝加笛子就行了 不用加血 就加笛子 OK 这边顶 顶拿一个 阿萱人有史以来 用过的最大的一个 大金 五千多 对面下回来 定神仙仙解 显得 不用显得 不解吗 不解吗 对面 1点零元 舍不得用 对面出来一个隐功 顺机隐功 观战犯宝宝好像 不知道有没有高杆姿啊 有没有高杆姿 对面隐功速度 应该要更快一些 我们宝宝按反语 隐功还有似血追击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有 有 年点零元 宝宝都差不多 宝宝 眼边宝宝 苏联都差不多 对面没有出过 孩子吧 出过 也出过 那 翻 翻 这边 反而落后一个宝宝 这个隐功 拍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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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 吃不消 翻 准备吹宝宝 可以吹宝宝 那吹完宝宝 再吹人 那这个比赛啊 对面就不太好打了 好吧 宝宝能被吹眠的话 没有高杆姿的话 那这个比赛 能跟宝宝吹中 这个比赛就可能 可能得走了 OK 下轨 对面有机会啊 人物破分身 观众翻吹眠 对面宝宝就行 起始人 没有选择 人物破分身 隐功拍 观众翻只要吹 吹棉宝宝就行了 风定身都行了 对吧 不一定说每一把 都要风吹棉 对面宝宝宝 风定身也行 疯狂笑理 才能打算 两回合笑一次 我真的看 就 我真的玩 孟宝宝这么多年 真的兄弟们 看过小弟生 打还弓 看过KK的 翻吹打还弓 我跟你说 各种翻吹的还弓 我都看过 我真的兄弟们 看阿轩这比打还弓 是死刃最慢的还弓 真的 我跟你说真的 是真的慢 这个人打还弓 是真的慢 真的兄弟们 你这风吹棉风宝宝干嘛呢 你风定身 他 他不在吗 一把定身七八回合的 吹棉对面人 对嘛 对面定身先行解 这边要出宝宝 对嘛 对面肯定要解 想都不用想 观战犯不知道下一回 有没有避重啊 顶着定身先行吹棉 OK 吹中了 对面直接换宝宝 换了一个引光瞬机 哎呦 插一刀 观战犯这啥宁人啊 拍过去一千点雪大哥 那没了 这宝宝又没了 我大概率感觉啊 这个比赛是一个平局啊 兄弟们 你们信不信 就极大的概率啊 感觉这个比赛啊 155条平局 这比赛平局之后 以后兄弟们 如果我再看宣狗的比赛 我就是条狗 真的 就他叫宣狗 我叫炮狗 行不行兄弟们 我 我跟他去 结个拜 行不行兄弟们 这真的太默契了 真的 对吧 我跟你说啊 观战犯有 风行是一术 我跟你说 优势特别大 你就摇宝宝就行了 对面这种引光 是不可能有高神技的 对吧 把他宝宝封了就行了呗 对吧 他想轻如明镜 人物破分身 宝宝拍 肯定是这个套路啊 对不对 什么都不用想 封定身 封宝宝 摇 摇银蛋就行了 很简单的道理啊 对不对 对吧 就摇就行了呗 七七八八 想那么多 哎 兄弟们 我问兄弟们 一个问题啊 如果说 翻顺 风定身 对面的宝宝 重定身了 那宝宝还会逃跑的 对吧 定身服的效果 是让对面 不能够行动 那这边对面的 那观战犯 摇鬼气给对面 那对面宝宝会逃跑的 这个有 有冲突吗 兄弟们 这宝宝肯定 山海高 增加定其家 睡假刃了 这边还有盾 没有盾 更加弹不住 OK 五雷之后 青宝宝 观战犯 对面也起盾 没有选择破分身 这也 也不会玩皮 OK 这边的话顶不住 也换了一个瞬机 瞬机的一个影 对面宝宝有高鬼魂 可能对面 这个高鬼魂的宝宝 是一个转折点 应该对面 这个高鬼魂的宝宝 是一个转折点 好吧 还有1.0元 定身先行要解了 兄弟们 对吧 定身先行解 下一个 继续催眠催中 可以换力批了 兄弟们 这个攻宝宝 拍不动 直接催眠 为什么用顺手而围呢 对吧 对面肯定要换宝宝了 他没有灵源 他很怕 他直接催眠 我真的看不懂 阿萱打PTA 他对面 直接催眠 这把不有了吗 OK 再催眠 人催中 OK 哇 没催中 这把给你机会 你不重用 真的 给机会 不重用 对面没灵源 刚刚那把催中 有了呀 对面1.0元 这边直接给宝宝加笛子 8.0元 什么都不用钱了 直接给宝宝加笛子就行了 不用 对面要出宝宝 你直接给宝宝加笛子烧一把 这不舒服吗 OK 宝宝没有高级精神集中 不看风 分身分进去 没有毛病 对面出地厅了 哎呦 大哥 出地厅怎么办 催眠 催地厅 催中了 对面直接给地厅 加增压力鞋 地厅没有出手 对面的话直接拿药给宝宝解掉也行 对面没有0元了 一把催眠又没催中 对面换一字 对面没有宝宝了好吧 这个时候阿萱还有最后一个宝宝 我们来看一下 阿萱这一把比赛怎么打 好吧 催眠 我觉得阿萱这边机会要大很多了 现在来看的话 对面最后一个宝宝 打完毕业 哎没有必要封这个利金 顺势二维 你知道吗 顺势二维是必中的 封催眠不多好 对面没有0元了呀 我跟你说 现在分身 把对面宝宝一摇跑 最后一个零刃一出 对面没了 他对我 据阿萱了解 他应该还有一个 利皮化山的宝宝 对吧 利皮化山的大力金刚嘛 你就一刀一刀平坎 他宝宝都得死 好吧 全魔虚迷 两千多点血 你就平坎他宝宝都 都都行了哥 对吧 要0单 平坎 就可以了 还起零食 真的菜 真的 我跟你说 这150回合啊 真的 就真 真正正正的 有用回合数 不超过60回合 封宝宝 宝宝是可以被封的 对面有1.0元 再催眠 OK 对面要用 替神仙琴 下一回合 先分身 不急 哎呦 真的菜 真的菜 这人是真菜 真不会打PK 我跟你说 很明显 对面直接 碾到燕宇 剑法 清这边就行 百分之百 对面要用 替神仙琴 等一回合 先分身 先 把他的 0元都用掉 OK 下一回合 对面可以出来了 碾到燕 我是对面 碾到燕宇 切法 清宝宝了 清完宝宝 比赛平址 你看 看一下对面 会不会玩 对面不会玩 用的是鬼气 鬼气也跑了 我跟你说 对面头上 真压任期 武装冠25的公秀 我跟你说 脸到燕宇 剑法比赛 比赛结束了 我跟你说 这要平局 以后我再也不看 二选的比赛了 是真的菜 真的菜 我跟你说 这人是真菜 算了 拜拜 不看了